苹果可说是很多企业的衣食付 我们的独家要深入为大家来做剖新 因为苹果第二阶财报 就要在今天晚上美股的盘后 公布了当然台湾时间 明天的凌晨我们就知道这个结果了 可是现在市场上并不看好 明天出来的数字 因为新iPad销售不如预期 加上新一代的iPhone上市 那么始终一直在拖延 所以造成买期观望 那网路上现在出现一段影片 待会您注意看 因为有网友拿着Google七寸的小平板 就是Nexus 7和新iPad 来做一个破坏性的测试 没想到这个结果是不到6000块钱 Nexus 7是大获全胜 Google平板Nexus 7大战苹果新iPad 网友不只看好戏 还帮大家来个另类超级比一比 Oh my god 你没看错 两台平板电脑同时从胸前高度自由落体 要比谁靠五动逃 结果 Google平板看起来没坏 反而是新iPad似乎经不起那么一摔 新iPad惨不忍睹 紧接着第二回合换成桌子的高度再摔一次 Google小平板荧幕还是没破 不过被盖轻微擦伤 新iPad的荧幕边角则是皮开肉绽 在网友的测试中耐摔程度 Google平板大获全胜 这还不过瘾 网友们干脆玩大一点 平板迷看到这里肯定心很疼 尤其这台苹果iPad要价一万五起跳 扔进浴缸里要比谁比较不怕水 结果出炉 新iPad尽管还能用 但是却成了哑巴 不可思议的是 Google小平板竟然还能正常操作 喇叭也没坏 一台不到6000的低价平板 从耐操度到防水度 都把新iPad比了下去 只是影片明显经过剪接 真实性还是会让网友存疑 不过影片po网短短五天 就将近50万点阅率 早就引起话题 iPad似乎不再所向无敌 毕竟苹果财报24号 美股收盘后就会正式公布 法人圈就传出 苹果恐怕会把iPad出货目标 由原先的1700万台 下修到1400万台 此外苹果迷都在等的新一代iPhone 也让美国分析师预估 最新一季iPhone销售量 只有2800万支 低于上一季的3510万支 彭博分析师更预期 苹果会计年度第三季 获利成长幅度也恐怕只有35% 大约98.6亿美元 写下苹果2009年以来 最慢的成长速度 东四台新闻 一九龙张博祥综合报导 一九龙张博祥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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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